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腹泻 腹痛 也有发热及全身不适等症状 急性胃肠炎病毒主要包括 轮状病毒 腺病毒 悲状病毒和心形病毒 其中 轮状病毒感染是5岁以下儿童严重脱水性胃肠炎的主要原因 研究也比较多 尽管十多年前全球开展接种轮状病毒疫苗 但轮状病毒感染每年仍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 主要在低收入国家 我们主要介绍轮状病毒 并简单介绍一下悲状病毒 轮状病毒属于呼肠病毒科轮状病毒鼠 球形 应在电竞下病毒颗粒呈车轮状而得名 双层一壳没有包膜 轮状病毒腐泻患者分辨中可见三种病毒颗粒 光滑型颗粒结构完整 具有感染性 粗造型颗粒丢失外衣壳 暴露出车轮状服条 没有感染性 单层一壳常缺少基因组RNA 也没有感染性 轮状病毒的基因组是双量RNA 有11个片段 每一个片段含一个开放阅读框 编码一种病毒特异性蛋白 简写为VP 轮状病毒的结构蛋白有6个 包括内部核心蛋白 VP1到VP6位于核心 与病毒复制过程当中的转录和复制有关 主要内一颗蛋白VP6为组和亚组特异性抗原 外一颗蛋白VP4和VP7均为中和抗原 VP4为血凝素 与吸附和穿入有关 VP7为表面糖蛋白 决定病毒的血清型 5个非结构蛋白 分别表示为 NSP1到5 为复制的酶和调节蛋白 轮状病毒基因组的 11个双链RNA片段 经过聚敏仙凝胶电勇 由于迁移率不同 形成特征性的电勇图谱 如图所示 电勇图谱上的条带 对应相应的RNA片段 以及编码的病毒特异性蛋白质 依据内衣壳蛋白VP6 轮状病毒分为A到G7个组 A组最常见 感染后免疫力不牢固 可重复感染 由于没有包膜 有较强的抵抗力 室温下在分辨中可存活 数日到数周 图中所示为 A组轮状病毒的血清型分类依据 轮状病毒的传染源 是患者或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 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 也可以经过呼吸道传播 轮状病毒腐泻 多发生于秋冬季节 病变部位在小肠 对轮状病毒导致腐泻的机制研究发现 轮状病毒一方面通过 肠细胞损伤或死亡 导致肠黏膜吸收功能下降 引起渗透性浮泻 另一方面 轮状病毒非结构蛋白4 从感染的肠细胞中释放 刺激肠内分泌细胞 适可细胞释放五腔色胺 五腔色胺调节胃肠运动 引起恶心和呕吐 五腔色胺还通过激活 肌肩神经葱的内在 初级传入神经元的五腔时 三受体 增加细胞CMP含量 引起盐和水的分泌增加 导致腐泻 A到C组 引起人类和动物腐泻 D到G组 只引起动物腐泻 由轮状病毒引起的腐泻 典型特征是水样腐泻 每日可达五到十次 A组导致六个月到两岁的 婴幼儿腐泻最常见 B组轮状病毒 是引起成人病毒性腐泻的病原体 C组轮状病毒 在儿童腐泻中呈散发流行 发病率比较低 轮状病毒感染人体 诱导产生的特异性抗体 有同行保护作用 细胞免疫有交叉保护作用 轮状病毒感染的 微生物学检查方法包括 分辨标本直接或 免疫电竞检测病毒颗粒 分辨标本提取病毒RNA 电影分析检测病毒核酸 放射免疫技术 以莱莎检测病毒抗原分型 病毒的分离培养 很少用于临床诊断 轮状病毒腐泻的防治原则包括 管理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接种减毒活疫苗 现有疫苗包括单价人 轮状病毒疫苗RV1 五驾牛仁从主轮状病毒疫苗RV5 兰州阳型轮状病毒疫苗 对症治疗主要是及时补充水和电解质 在悲状病毒科 引起人类急性未尝炎的主要是诺乳病毒 病毒颗粒呈球形 如图所示 没有包膜 一壳呈二十面体立体对称结构 基因组是单正链RNA 含有三个大的开放阅读框 开放阅读框1编码非结构蛋白 开放阅读框2和3分别编码主药和次药一颗蛋白 分为G1到G5五个群 其中G1和G2群病毒是人类感染的主要原因 G1和G2群被进一步分为9个和21个不同的基因型 Noak病毒是诺乳病毒的原型 属于G1群的E基因型 1968年 在俄亥俄州 Noak的一所小学里 首次用免疫电子显微镜 在粪便样本当中检测到这种病毒 认为是急性未尝炎爆发的原因 在人类 诺乳病毒可以导致急性未尝炎 也可以引起其他动物的感染 关于急性未尝炎病毒就讲到这里 谢谢 M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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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3